隋阳帝真的是同性恋吗 据隋书记载 杨广年轻时就和文士柳边结为秘密 称为太子后 捧他为东宫学士 天天照入卧室内袭击 登基称帝后 每当在紫卫称语中 嫔妃对九十 兴致一来就把柳边照入宫中 与他同床共习 六宫粉带全体失宠 受到飞翼后 杨广懊恼不能晚上照他进宫 于是令人仿照他的模样 打造木质机器人 妄媒直合 后来杨广带着他与众嫔妃下扬州 不料六便突然病死 杨广从此心灰意了 无心回洛阳 直到在扬州被杀